当霹雳时期空空导弹亮相以后 西方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 前几天尖16挂在霹雳时期训练的照片 一下子就让军迷圈炸开锅了 因为霹雳时期本来就是遥遥领先 结果其他国家连霹雳时期的水平都还没追上 现在又来了个霹雳时期 这让其他国家上哪说离去 说到霹雳时期的诞生 和美国还有着分不开的关系 在2008年的时候 美军开始了第四阶段 0-120D空空导弹的测试 据说是采用了双脉冲发动机 射程超过200公里 是当时世界最强大的空空导弹 空空导弹这个东西 对于现代空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像歼20就只能携带6枚空空导弹 打完就没有武器可以使用了 所以空空导弹的性能至关重要 就算不能保证百分百的命中率 起码也要保证 有一半以上的空空导弹能够命中敌人 因此咱们在研制新型空空导弹时 对标的就是 0-120D导弹 只有在射程和性能方面 占据上风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后来就有了双脉冲的霹雳15 并且射程也超过了200公里 而这个时候 美军的120D导弹 也已经批量生产并服役了 但让人诧异的是 这款导弹 根本就没有双脉冲发动机 射程最大 也就160公里 宣传与实物不符和霹雳15性能差了一大截 霹雳15也因此出道极巅峰 一跃成为世界性能最强大的空空导弹 老美一看 这样不行啊 在空战中 我肯定要吃亏的 于是就开始新型空空导弹 M260的研制 这次射程是真超过了200公里 并且目前已经实现了初始作战能力 预计2026年全速生产 但是 老美那边的M260刚有点起色 咱们这边比霹雳15还要强大的霹雳17 就已经亮相了 这就意味着M260刚生产就落后 又得开始新型空空导弹的研制 这属实有些滑稽 当俄罗斯看到歼16复翼以后 产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苏35也就突一了 终极侧位还得看歼16 因为这两款战斗机 都是由侧位苏27战斗机改进而来 苏35是俄制苏27衍生系列中 具有最高性能的机型 而歼16则是终止苏27衍生系列的 最高性能机型 不过最高性能亦有差距 如果让苏35和歼16一对一较量的话 那么苏35将会被虐得体无完肤 你还别不信 苏35和歼16这两款飞机 咱们空军都有 他们俩熟强熟弱 没人比咱们更清楚 苏35的机动一流 这是俄系战机的特性 但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航电系统太落后了 且武器老旧 没有新的空空导弹 而咱们这边又是霹雳15 又是霹雳17的 完全没有可比性 个人对于歼16这款战斗机的喜爱程度 是要超过歼20的 因为它身兼数值 是个全能高手 而且颜值也很高 大家可能不知道 歼16比歼20还要大 载弹量非常高 和轰6K接近 称之为炸弹卡车一点也不过分 而且 像歼16这种多用度战机 空战只是它的诸多技能之一 反舰作战才是亮点 其可以挂在中国生产的英机系列反舰导弹 打击水面舰支 而且因为是双座 它甚至还可以担任小型空中预警机 具有空战管制能力 只会一小队战机或者无人机接战 说到歼16的多用途 那就不得不提电子战机歼16D 它的出现大幅提升了咱们空军的电子战能力 而且得益于歼16战机较大的内容量 歼16D航程以及作战半径明显优于美军EA18级咆哮者电子作战机 所以说歼16很全能 啥活都能干 像一些新型空空和反舰导弹的测试 基本上都是歼16进行的 所以大家才能看到新型的霹雳17空空导弹 感谢观看